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另外一种反应叫做分解反应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例子 就用这个物质来解释吧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碳酸钙 事实上啊,碳酸钙呢 它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大理石 OK,那如果呢,我今天把它看成很多很小粒很小粒的这个固体在这里 OK 那我们呢,用一个东西,比如说来蹭着它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呢,我在下面呢,给它加热 OK,我给它加热 OK,这里用火来烧它 加热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其实有趣的事情就是会有气体跑出来 而且跑出来的这个气体呢,刚刚好就是二氧化碳 为什么?因为在这边发生的一个反应就是 碳酸钙在经过了,它是固体 经过了加热之后 记得在这个化学的这个箭头符号上面加一个三角形就代表加热的意思 那就会变成呢,氧化钙 OK,氧化钙是固体 以及呢,产生二氧化碳是气体 有没有发现这个柿子非常的有趣 这个柿子呢,这样子看过来是一个分解反应 但是倒回来的话,就变成跟这个反应一样了 氧化钙加上二氧化碳呢,结果会形成碳酸钙 这是一个结合反应 那结果呢,如果把它倒回来 碳酸钙呢,加热以后就会分解成氧化钙跟二氧化碳 所以如果这个反应是互相可逆的反应的话 结合反应的反过来就是分解反应 分解反应反过来就是结合反应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所以分解反应的定义是什么呢 应该是说它的特征是什么 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反应物只有一种 刚好跟怎么样,跟生成反应是反过来的 生成反应是生成物只有一种 那分解反应呢,就是反应物只有一种 OK 那如果我们要讲更严谨一点的定义的话 我们会怎么说呢 我们会说是由一种物质 由一种物质 然后呢,怎么样 反应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 由一种物质反应生成 二或两种以上的物质 好 那我们如果这样写了以后 我们也一样要看一下 那怎么样表达它的通式呢 就是用一个一般的方法来描述 其实就是原本有一个反应物 我们叫做AB 经过了分解反应以后就变成了 A跟B 这样子 OK,这就是它的一种通式 那当然 我们刚刚也讲了由一种反应物 一种物质 它也有可能反应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 所以当然也有可能是它原本是ABC 然后反应成A加B加C 不过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通式就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还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分解反应呢 化学嘛 就是多介绍几种不同的变化 先给大家认识一下 以后大家呢 会学到所谓的这个次氯酸钠 OK 然后呢 它是这样子写的 NACLO3 OK 它是一个固体 那也是一样 把它呢 加热 应该是说 经过了一个反应以后呢 它会分解成食盐 跟氧气 竟然给它跑出来了 OK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所谓的分解反应 怎么看 就是反应物只有一种 然后呢 分解成两个 或者两种以上的这个物质 所以看完了这个影片以后 你应该就可以了解 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可以归类为结合反应 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可以归类为分解反应